父亲节快到了 为了表彰模范父亲对家庭的付出辛苦奉献 林口区公所特别举办了表扬大会 不少地方师生也到场表达了祝贺之意 为了感谢全天下父亲的辛劳 以及唤起民众对于家庭教育和传统伦理的重视 林口区公所特别在仁爱市民活动中心礼堂 举行104年度模范父亲表扬 由区长朱思荣主持 表彰模范父亲对家庭与社会的付出和贡献 立委吴玉生、市议员蔡淑君、钟鸿仁等 明代及地方师生都到场祝贺 今天我们来庆祝我们林口区选出的18位模范父亲 我想在场所有的父亲也都是我们的模范父亲 每一个父亲也是为家庭默默的付出 然后承担了很多的家庭的压力 这一次总共有18位模范父亲接受表扬 公所表示17位由各里推荐选出的模范父亲 还有一位则是从原住民家庭中选出 这些受到表扬的父亲平日在乡里间的服务 与在家庭中的付出都堪为表率 当时有一个手,我们内口17位模范父亲和原住民的父亲 每一个人的手都是很粗的手 都是造型的手、打拼的手、认真的手 所以在这里要向普天下的父亲 尤其我们17、18位模范父亲表达最深的一个敬意 在这个温馨的八月天里头 让我们一起来感恩全天下的父亲 也别忘了回家对自己的父亲说声 父亲节快乐 让八月父亲节成为最感人温馨的一个月份 永迦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